大家都知道,其实在娱乐圈当中,也不能没有靠颜值吃饭,但是人家有颜值也有才华,而有的明星是靠不了颜值,比如说黄博,王宝强,王迅等等,当然,有一些女明星也是靠才华吃饭的,比如喜剧人贾玲,说起贾玲,想必许多小伙伴对她都并不陌生,这位可以说是娱乐圈中黑料最少的女明星之一,出道这么多年人气丝毫没有下降的趋势, 她也是最近几年娱乐圈里面,非常火的一位喜剧演员,并且还曾多次登上春晚,给全国老百姓都带来过无数的作品和欢乐,虽然贾玲没有精致的外表,连身材也是不如意,但是她却有一副有趣的灵魂,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她的原因,喜剧这条路并不好走,对于贾玲来说,亦是如此,她21岁踏上喜剧路,从一个无名小卒到大家心中的喜剧大咖,在喜剧的道路上前行了十几年, 十分不易,贾玲应该是继宋丹丹之后,最成功的一个女小品演员了,如今她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,已经有了自己的娱乐公司,名气叫大碗娱乐,现如今,贾玲也经常参加综艺节目,在节目中各种搞笑天赋大开,可能有不少人请她去当嘉宾,也只是想要做一种陪衬, 但是贾玲她自带一定的亮点,不自觉的就会被贾玲所吸引,而且情商高的她也是能够轻松控制住任何场合,即使是非常尴尬的局面,贾玲总是能够轻巧地应对,然而,本来在综艺界也算混得小有名气的她,在2021年疫情期间的首次指导的第一部电影《你好》,李幻英也是大获成功,直接成为了中国史上票房最高的女导演, 其实也不只是大家喜欢追星,娱乐圈的那些艺人也会有自己喜欢的偶像,而他们喜欢的偶像,基本上都是在娱乐圈举足轻重的人物,比如杨幂,她的偶像就是谢霆锋,而贾玲的偶像就是天王巨星刘德华,刘德华作为娱乐圈中的长青树之一,已经是出道几十年的人了,并且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,在歌台上同样是一直屹立不倒,同时也是一位得意双心的艺人,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好相处的, 这些年在娱乐圈的人员也很好,几乎没有跟什么人起过冲突,是个值得无数人喜欢的明星,记得贾玲在综艺节目中总是以刘德华夫人的身份自居,所以在刘德华接受采访的似乎,就有记者故意问她,如果你和贾玲合作拍电影的话,你会让她扮演什么角色呢? 刘德华听完就很正式地表示,想邀请贾玲饰演她的夫人,此话一出,许多网友都沸腾了,纷纷喊话贾玲,快点来见过你的老公。 而贾玲在看到刘德华的采访后,也是十分高兴地在社交平台上回应,直言咱俩的是不得你说了散马,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哈哈哈哈,台顺时配上了华仔新电影的宣传海报。 不得不说,贾玲这情商也是非常高的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